李雪芹不愧是被叫做浪漫诗人 浪漫三行诗用名字做事环节 本以为第一段已经够浪漫了 你说锅欠 然后你第一句就是锅 什么什么什么 锅 可以是同音的 行 然后第二句就是欠 谁的诗比较浪漫 我现在就可以来 来 因为最近看了宇宙探索编辑部 然后里面有一个主角 他永远头上都带一个锅 就是锅可以用于接收信号 也可以用于阻挡信号 欠我的答案 没有人知道 直到后面 林子中抖出一个大人 小林我听 白 白色的鸟群 飞进山谷 味道的这个不一样 小时候的记忆也随之一起 林子中 走出一个大人 内心有被碰撞到 他真的太有才华了 他真的太有才华了